Faker 已經殺了他 他第一次踩到這場 這傢伙已經做了 如果不是最棒的 AD Carry 隊員 我認為是安全的說 Uzi 和 Faker 是兩位最有名的隊員 去玩 League of Legends 我覺得這算是一種緣分吧 因為每一次世界賽 不管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好像都會和 SKD 遇到 但是結果上都不是特別好 在S3的時候 就是知道他們特別的強 然後沒有想到中丹 是更強的一個選手 Faker 突破了 那又來了 這個可以是 20分鐘的遊戲 SK Telecom SK Telecom A4 75 Galio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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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zi 2 SK Telecom的世界 SK Telecom的世界 Legends never d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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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d is back 他已經上過了 總結他的舞台 總是非常美麗 Faker 我總覺得他能夠 帶你隊伍 我走到最後 而且 很有可能會獲得 最後的冠軍 我认为我们的比赛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每次能够跟菲克对局 肯定会有更多人能记住我们 我觉得我和菲克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每一个职业选手 不只是只能打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 我觉得就是可以坚持更久 然后也可以打得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保持更高的竞技水平 如果我们可以击败SKD的话 我相信我们队伍会走得更远 因为在我看的SKD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 在我遇上菲克的时候 我特别想在比赛中去击败它 那就是每天 那就是每天 在我看的SK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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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看的SKD